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一定不会相信啊 我刚刚录了 讲了一个小时 然后我不晓得我的手机什么时候他把它停 就是没有在录 我真的要气死了 我真的整个都录完了以后 发现没有录到 只录了前面六分钟 他不晓得什么时候停了 我最近到底为什么什么在吗 我就是一直在瞎忙 天哪 超级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你最近生活的重心在什么地方 然后或者是你会为什么东西特别的忙碌喔 我真的就是天哪 一直要重复做一样的事情 我要疯掉了 好 既然没有录到 我就只有重录咯 我好想哭喔 好吧 而且我还是on camera shuffling 所以呢 我不可能把 我希望今天是做on camera shuffling 所以我不可能把刚刚之前抽的那个牌再重复用 所以现在就是只好再来一遍吧 好 今天我们有四组牌 四组牌就是1234 然后 因为我的kipper牌只有三副喔 所以呢 有三副是用kipper的牌 另外一副是用gypsy oracle的牌 那你们自己看一下你们喜欢的哪一副牌 然后 或者是数字啊 都行 然后我会告诉你说 你们最近可能在忙什么 那每一副 每一组我会抽三张牌 那不见得三张都会符合你 有可能只有两张 我讲的会符合 有可能就一张 我讲的会符合 有可能是就 有可能是三张都符合 who knows 然后这个也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喔 所以大概最近的话就是大概我们通常讲 最近就是两三个月咯 OK 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这样 然后最后我会用这一个 新作的这一副牌 来给你们一个建议 OK 所以 呃 这边有四组牌 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来选择的话呢 你就可以先暂停影片喔 那 呃 时间久的话 我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我们的留言区的地方 OK 那么我们就从第一组开始咯 好 最近第一组选择一号的 你们会为了什么特别的忙 我们会忙碌 忙什么呢 最近会为什么特别的忙 生活的重心是放 特别是放在哪边 大部分 OK 第一张 rich good gentleman 这个很好哦 第二张 bereavement OK 这个有点差强人意喔 好 第三张 grief and adversity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好 我们先讲喔 rich good gentleman rich good gentleman 这张牌呢 他讲的就是 呃 这个 呃 比较是跟 是跟这个 呃 工作有关 OK 而且会有好消息喔 是有好消息的 that's right 你看喔 我看一下 他是正在下 下 下棋 ok 西洋棋 呃 但是他是rich goodman 第一个 下棋的话 呃 他当然是在思考啦 他在思考一些事情 思考一些东西 呃 但是这个比较是在工作上面的 第一个 这一张牌呢 他可以呃 代表的是这个 嗯 好消息 我们刚刚讲了嘛 然后他也可能代表你就是在investment 你有投资 所以你最近可能花很多的时间 或生活的重心 比较是在投资的方面啦 或者是你看喔 他在想思考说 这一步棋到底要下一步要怎么走 所以你可能就会在 在比较在思考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我要怎么样子布局 我的这个局要怎么样子去布 然后还有就是呃 这个是呃 你会呃 考虑说 ok 那我做这样子的事情 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个也是在考虑 思考一些风险的东西 但是呃 我刚刚讲了 这张牌应该是rich good gentleman 所以不管怎么样喔 他都是一个呃 财富的部分都不错 所以比较是跟金钱啦 嗯 跟这个投资方面啊 有关 然后你可能是在布局 在思考怎么样子走 然后还有一些好消息会过来 所以你可能会收到一些好消息 以后 这些好消息会促进你说 ok 那我要怎么样子去安排一些事情 嗯 根据你的这个消息的内容是什么 那中间这一张牌呢 中间这一张牌呢 中间这一张牌呢就比较那个 Bereavement Bereavement 他就是在讲一个比较 比较sad的事情喔 所以呃 有一部分的人 当然我们刚刚讲的 不可能不见得会全部都符合 ok 也有可能呢 呃 one or the other 但Bereavement这张牌通常是在讲这个呃 sangli ok 你看他在讲 是一个sangli的一个东西 呃 当然他也代表着 呃 他在某一些牌他代表他也是棺材 那棺材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呃 呃 结束跟开始喔 但是应该是会有比较多一些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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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难过的事情吧 应该这样说 比较难过一点点的事情 呃 会开始 所以它是因为它是something coming to an end 就是你即使你不想要 你不不希望 但是你必须要去结束一些事情 ok 呃 呃 然后要往新的方向去走 所以有一种迈入新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比较说那种不舍啦 然后不呃 难过啦是有的 然后可是要一定要say goodbye ok 所以有点断舍离的那种感觉 当然它也有可能真的就是 你知道actual funeral 你可能最近有一些呃 呃 人离开啦 然后呃 呃 嗯 就为这样子的事情可能在忙 right 要安排一些呃 呃 这种 这种事宜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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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的棺材 呃 好像一定是很惨 死神要要什么跟死亡有关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给你一个警讯 就是说未来这一段时间呢 最近你可能也会为这种呃 健康方面啦 然后呃 有关你要去安排一些这样子的一个事宜 你可能会想要开始 哦 我要开始体重管理 我要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目标 新的一个想法 我要过去的种种如过 呃 什么昨日的种种于呃 就是如昨日死 right 过去的种种如昨日死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你要你要有个崭新的一个开始 我现在开始要怎么怎么怎么做 所以你最近也会有一种 我想要我想要开重新开始做某一件事情 然后我想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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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那这张牌也有代表的是graduation retirement 也许你要退休了 right 所以有一点点sad 但是是迎接一个新的人生开始 这也是或者graduation 毕业了 OK 所以你最近可能要忙着 就是毕业的部分 然后可能有什么毕业考啊 毕业的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作文啦 什么之类的啊 所以你可能在忙这些东西 然后之后就要去展开一个全新的人生 新的开始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OK 再来最后是这个grief and adversity 你知道这两张牌其实是有异曲同龙之妙 所以就是有一些比较难过 比较伤心的事情会发生 我觉得非常有趣是因为之前第一次就是我没有录到的那一次 刚好一号牌组就是抽到了一张是sure illness 代表是也是有健康的这种问题 那这边的话是grief and adversity 代表是有一些伤感伤心难过的事情 可能会有一些loss 可能会有一些失去的东西 对一号牌组 之前第一次的时候也是抽到一个fif 也是代表失去跟损失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张牌 如果in combination的话 你看刚刚我们这边不是讲说有可能是graduation 要迎接一个新的未来 新的开始 这张牌 但他也有可能 代表的是说 你可能有一些损失 或者是你要去找一个新的工作 因为你可能你graduation 你毕业了就算是失业了 你就要去找工作 所以这个也是有那种要需要去找一个工作 然后财务有一点吃紧 其实跟刚刚的thief的那张牌是非常类似的 财务有点吃紧 然后需要去为了钱财 为了赚钱要奔波 所以这段时间可能也是 你知道这边有两张吗 都是在讲这种钱财的部分 只是这个有一部分的人呢 是这个钱是够用的 然后你可能要布局 然后我要想我的未来是要怎么走 这样其实这个也是有briefment 我们刚才讲了嘛 一个结束跟一个新的开始 就布局未来要怎么样 我的新的目标要怎么样 等等 是有一个这种全新展开的这种感觉 这边grief就是真的有点小烦恼 我要怎么样子做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然后会有 你在追逐你的这个目标的时候呢 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 所以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就是为了要把这些阻碍给移开 跟移掉移去 所以是会有一些压力存在的 没有错 但是也是为了有一个崭新的未来的关系嘛 所以这个大概是你最近 会面临到的一个状况 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大概 你的生活中心比较多是放在 我要追逐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一个未来 然后或者是在做一些布局 有可能是你的人生布局 或者是你的钱财 我要怎么样子去安排去布局 钱财的部分 还有我们刚才说这两张 也有这种健康的问题 所以你们也会开始 我要我要做一下健康管理 我的可能减重 或者是身材管理 我要运动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之前是怎么样子 就让它过去了 我现在要往新的方向去走 还有找工作 你可能就是要再找工作 你就为这个东西在忙 好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给你们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 给你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建议 有 truth saturn 果然 saturn就代表责任 所以 要有责任心 然后真实 这张牌很有趣 土星 我刚才一开始看到 saturn就想说 土星回归 如果 也许很多抽到一号牌组的 你们是不是刚好碰见了 就是土星回归 等于是你现在面临可能是27到33 27到33这一段 这个时间点 其实很多的人是真的会有一个 以前是什么样子 然后 如果你是在一个不对的 走在一条不对的路上 会在这一段时间 27到33 所以会有一个完全180度的一个大转变 完全不同的 所以会有真的是迎接新的未来这种感觉 而且我可以 我可以 个人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因为我现在收获照有非常多 呃 现在大概在30 31 岁左右 然后他们 我是认识他们一段时间了 就在他们大概26 7岁的时候就认识他们 他们真的就是从那个时候 就会就开始有变化 走在不对的路上的 就会开始在思考我要换 我要 我要 我现在 这些东西不是我要的 我要换新的东西 嗯 所以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Saturn Return 所以你们真的要思考 什么对你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我最想要达到的东西是什么 当然如果你还很年轻 我们刚刚讲这些有可能是graduation 你可能才刚刚毕业 你可能是国中毕业 高中毕业 嗯 大学毕业 去追求 我觉得不要害怕 这个truth其实就是去追求 你知道Saturn这张牌是叫什么 嗯 它是叫做responsibility 嗯 跟 嗯 那个 有一个星象的那个 他他讲的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 呃 他因为他 中文他翻就是有责任这个 可是英文的那个 他是说 哦 我知道他讲responsibility 意思就是 Response to your ability 意思是什么 就是Response to your ability 你你的这个你的天职 你这个应该人生的路要怎么样子去走 你要去顺应着他 而不是要走跟他相反的东西 所以你真的就是觉得 哇我就是很喜欢音乐 我就是一个喜欢艺术的人 然后你硬要去走 树里 那你就会很痛苦啊 right 所以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right 对自己负责 所以这个Saturn 其实主要是在讲什么 如果你真的就是 对自己负责 然后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Listen to your heart 你其实会 即使遇到很多的困难 跟很多的不开心 你也愿意去成果 因为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嘛 right 所以这个这个东西 这是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咯 OK 给你们的一个建议 你们可以开始去思考 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当然这个 我觉得这个briefment 也有可能我们刚才讲的retirement OK你可能遇到了 我已经年过半百了 六七十岁了 那我又要迎接更一个 又是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 那么你知道Saturn Return 是每30年就会来一次哦 所以我刚刚说很多是27到33嘛 但是这个下一个阶段就是到57到63的时候 又会来一次啊我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子了 我我可是他是第二次土星回归 所以你在之前学到的一些东西 你现在可能又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感受 跟不同的想法 所以你可能做很多事情也会不太一样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 所以刚好就是这个Beriefment 非常非常符合 所以想一想我到底想要怎么做 第二个第二个第二春 现在的人都活得很久 我说不定有更活得更长的这个 再之后再一个的话就是87到93的时候 OK你们会经过第三次的这个土星回归 你又会再回想啊我的 我想我曾经做的这些事情 我现在有没有给世界一些回馈 我没有给一些什么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的更长一点 给你们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是这个样子的 给一号的朋友们 那么而且我们刚刚讲健康的部分也是哦 所以你也可以想 以后真的有可能遇到三次的土星回归 你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体验 怎么样子可以活到三次的土星回归 来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你们的人生布局是怎么样子的 这是你们未来最近会这个生活重心 或者为这样子东西在忙哦 如果有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来下我们的留言区呢 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二号牌组的话 二号牌组哦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你会为什么东西特别的忙呢 二号牌组最近会为什么东西很忙呢 哇哇哇哇哇 OK I have to say 其实你们不care 但是呢 刚刚二号牌组也出现了这张牌 它现在又掉出来了 I'm going to take it 最近二号牌组会为什么东西在忙呢 Falceness OK Wife OK 这个是Ordiness哦 这个是这个 这什么孔雀 所以呢 未来最近这一段时间 你们会为 你们生活中心在哪里 或者是你为什么东西在忙呢 这张牌就是为了要自我表现 自我证明 啊 我很可以 我很 你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 OK 这张牌代表自尊 代表 嗯 嗯 要展现一些才能 原来孔雀嘛 你要想孔雀开屏是什么时候 就是想要去招引一些 注目的时候 所以你最近会为这件事情 一直想要 你就很想要得到人家的关注 所以你会一直在 我觉得你第一个 你会思考 我怎么样子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 得到别人更多的 喜欢 也许 或者是 我希望是走在前端 OK 然后我要证明自己 我要看起来很光鲜亮丽 这个都是有的 所以这张牌我觉得也是有跟 医美有关啦 我想要让我的外表看起来很好看 可能比较 多于是外在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这张牌 嗯 它比较属于外在 虽然这里面排面没有讲 可是我会觉得你 除了外在之外 内在其实也要一起去丰富它 会更重要 你看 所以这张牌是artiness 你会特别想要去show off 你想要去证明什么 我想要去展现什么 嗯 所以你不能只是空有外表 你真的要有一些内涵去搭配的话 才可以真正的得到别人的赏识 Right 所以你会为了这些 所以这张牌我觉得 也许你也会有那种想要去 呃 我觉得可以去学习一些什么东西 学习一些技能 这样你真的有一些东西才华 可以展现给别人 就是不是空的 只是外表好看而已 这张牌当然也有可能 你要想要去 有些口碑啦 这样子的 OK 那么Falceness 这张牌就很有趣了 Falceness这张牌 他其实他有代表是说 你跟你对自己不太 嗯 你没有老实的对自己 OK 他Falceness代表就是假的嘛 right 假的 嗯 所以 有可能你对自己不老实 有可能你对别人不老实 所以你自己要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是 yeah Falceness 一只猫猫 OK 嗯 当然啦 呃 你有可能为了某一个欺骗啦 或别人有可能欺骗你一些东西啦 然后害得你很忙 right 你很忙 你就是需要去 嗯 嗯 你可能需要去 呃 呃 为了 可能 比如说啦 这张牌音 Falceness它可以代表的是一个 谎言喔 所以也许你讲了一个谎以后 你就要用更多的谎来 呃 来支撑 或者是你必须就变 因为你讲了一个谎言 有可能是别人啊 也有可能 不管怎么样 反正是为了为了一个谎言 然后会变得很忙 呃 因为要弥补 要为了要去 弥补这个谎 right 去补这个洞 呃 比如说哦 我的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在公司里面 right 你你 呃 呃 就说哦公司的业绩很好 但是明明数字就不是这样 那你就现在变得 你要非常非常努力去做这个 但但有可能你会用更多的谎 那去做假的帐啊 什么之类的 我这个只是打比方 哈哈 那就是可能为这件事情去 就很忙 falceness right 嗯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就是为了一个谎言 然后让大家很忙 或者有可能讲了一个谎言以后 就变成要去 嗯 要去 嗯 弥补这个东西哦 然后呢 嗯 因为这边我们刚才讲了 trying to cover up 一个mistake 你有可能做 这个不见得一定是谎 有可能是 做错了某一件事情 就刚刚我们讲了 擦屁股 可能不是你 可能是别人 他做错了什么事情 然后结果全体就很忙 要去为了帮他做擦屁股的动作 所以你最近的生活中心 或者是最近到底在忙什么 也有可能就是为了一个错误 然后现在大家全部就很忙 要去为了补这个洞 或者是修补这样子的一个错误 还有就是这张牌也可能代表的是betrayal 嗯 或者是 嗯 就背叛啊 或什么的 有人背叛你啊 有可能是间谍啊 right 如果在公司里面的话 可能就是间谍或什么的话 呃 你们就被变成 哇很忙 要去 要去 对付这样子的人 这个也可以代表是那种两面 双面人 right 他可能跟你讲一套 然后外面又做另外一套 然后所以就会你知道 事情变得很复杂很乱 我觉得这也有那种很复杂很乱的那种感觉 然后可能看起来好像很好 这边有那个oddiness嘛 看起来表面哇好像很好 但内部乱到不行 然后你就要很忙 就是一直在里面忙这些事情喔 然后要去让外面的看起来是很好的 所以为了要让看起来很好 然后 呃 所以就会很忙 right 嗯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 呃 betrayal 这个也有可能是在感情里面喔 就是你可能要让别人看起来好像你过得很好啊 你其实都很好 可是你其实内心是很那个的 所以你要更加倍的 然后好像很开心啊 一切都很好啊 就是让人也好像那种粉饰太平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也是有这样的喔 在呃 所以在工作或者是在感情上面会有这样的 所以你们自己对应一下喔 那这边有一个wife commitment 嗯 这张牌代表的是一个承诺跟一个 承许 承许 承诺跟一个许愿喔 嗯 所以也有可能呢 真的就是 嗯 呃 为了某一个commitment 这个不见得 这个wife 虽然喔 是太太的意思喔 但是在牌卡里面解读的时候 它可以是代表的 就是代表任何一样的承诺 可能是在工作上面的老板对你的承诺 同事之间的承诺 朋友跟朋友之间的承诺 这个都是有 所以你可能为了某一个承诺特别的忙 ok 你要去为了这一件事情忙 路 还有这张这张牌也代表的是过去 某一种没有实现到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要为了这一件事情会非常的忙 所以你最近的生活重心会是 要去实现你之前可能答应人家的某一件事情 然后呢 你就会很忙 right 其实跟这个falseness有点像 就是你没有实现你之前做的嘛 等于算是骗人了嘛 然后人家就会说 你都没有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呃 你之前明明说是真的真的 然后你现在要怎么怎么 所以你就会为这个东西特别的忙喔 要去实现你之前没有实现 的一些事情喔 呃 我看一下 所以要去take care一些 呃 呃 一些没有完结的一些事情 那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在感情里面喔 呃 有一些承诺没有被 许 没有被实现 所以要去实现这样子的一个承诺也是有的 所以你们有可能要证明自己啦 然后让别人看起来你很光鲜亮丽啦 然后什么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为呃 可能有一些人你或者别人出错 然后要去帮他们擦屁股分事太平 或者很忙的一直要用一个谎去圆另外一个谎啊这样 那呃 这张牌是要去实现某一个之前没有实现的一些承诺 或者是为了承诺要去呃 呃 非常的努力 来去达到你之前呃 嗯 跟人家讲的一些东西 嗯 要去要去达达成 所以就会非常的忙碌 或者是最近的重心比较是会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喔 给你们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305 哇 Partners 嗯 第七工喔 第七工就是合伙工位 嗯 感情工 有的有的叫感情工 有的叫合伙工 有的叫合伙工 他这个也有叫做公开的敌人喔 所以呢 呃 诶 公开的敌人有 呃 第六工也是啦 OK 第六工和第七工都是公开的敌人 好 呃 所以呢 这是什么呢 呃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嘛 其实给你的这个 呃 给你的建议 这是给你们的建议喔 就是好好的去沟通 因为这张牌是天秤座的 你要找到一个balance 嗯 善意的谎言 你可以说没有问题 但是 当你没有办法去实现的时候 你就会为了这个谎言 变得很忙 嗯 所以我觉得 还有这张牌 Partners Partners 呃 如果你靠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 你要找到一个很契合的一个 呃 合伙的人 或者是一个可以帮助你的人 是很重要的 嗯 你也可以去真的是找到 找别人来帮你 不需要一定什么都要靠自己 我觉得这张牌是有一个自尊心拉不下来 然后一定想要证明自己嘛 然后所以自尊拉不下来的时候 就就硬要很多事情自己扛 然后自己去做 然后可能你的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也许在事实的时候呢 去寻求帮助其实也是好的 也是没有关系的 Right 去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衡点 嗯 还有我这张牌很有趣的给你的其中一个建议 也不能算建议啦 告诉你 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 你会很不平衡 你会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张7号的这张牌出现 因为是天秤座的牌 你要知道很多事情呢 就是what comes around goes around 也就是因果的循环跟关系 所以做好事一定会有好报 所以就坚信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以后 就尽量去做好的事情 然后你可以通常会有这种好的回馈 回到你的身上 OK 那 也就是 这也是有报应的那种意思吧 所以如果真的 有一些人真的做得不好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时候 就是你不要心里面不平衡 就是一定会冥冥之中 会有一些 就是会有力量是去帮助你的 让你去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正义被伸张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OK 好 这个就是给2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带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3号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最近这一段时间 你到底会为什么很忙 OK 我连讲了两个小说声音都哑了 嗯 未来会对 就你们未来最近呢 会 生活的重心大概是在哪里 然后为什么东西特别的忙碌 嗯 第一张出现的是 A Pleasant Letter 刚才有个Richman 现在还是有一个Main Mail OK 最近你们的生活重心会是在哪里呢 Unexpected money 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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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OK Main Mail 这一张 虽然他是说主要的男人 他其实就是在讲 询补的 就问补者 虽然他是男性 我们因为是大众占卜 就不看男生或女生 就是问补者 你们 所以最近我觉得你们可能很多的精神 其实是放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你会很care 我的我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你会注重自我的成长啦 自我的管理啦 这个是可以包含所有的事情 你可能想要变得更好啦 所以你会去学习更多的东西啦 你想要自己变美啦 所以你就会去可能运动啦 可能是去医美啦 whatever 总而言之是 会把很多的重心是放在自己的身上 可能会比较为自己而活 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要追求什么 所以会为自己活 重心比较放在自己的身上 再来这边有 A Pleasant Letter A Pleasant Letter是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就是有好消息 所以最近你们会有非常 就是会有好消息喔 OK 你们可能会会收到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啦 可能会收到别人给你的一个一个讯息 然后为了这个好消息喔 可能会让你 就是你的重心会放在这些好消息上面 可能我这样打个比方 这个好消息有可能是说 嗯 朋友结婚啦 然后你就要帮他 就哇 你好棒喔 然后可能是真的你的很好的朋友 那他可能叫你做伴郎伴娘 然后你就要去帮他去 这个什么 张罗很多的事情啊 所以可能为这个东西再忙啦 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Pleasant Letter 有可能是你升职加薪了 你有一个 哇很棒的一个推荐信 或者是说你升职加薪给你一个这样的信 通常会给信吧 告诉你你升职了 所以你可能真的就是 哇 你就会为这个东西特别的忙碌 然后 因为职位变高了 所以可能要负责的东西也会变多 但是 但总的来说是好的嘛 因为你有那种名声啊 然后而且你喔 这边我觉得是会有一个 Unexpected Money Unexpected Money是什么 就是一个大笔钱啊 所以真的有可能加薪的这种感觉喔 所以或者是你会也许会冲垃透也不一定喔 因为是你没有期待的一个一笔钱嘛 所以而且我觉得是他不见得一定真的是一个Money喔 可能真的是一个好运 OK 他是一个好运 所以所以他你你会因为这样子的东西你可能会很忙 嗯 比如说嗯 OK我要去我要去嗯 投资一个什么东西啦 但是这个 Unexpected Money 也有可能是别人对你做某一个事情 对你很好 给你一个什么礼物 Right 嗯 或者是帮你做了某一件事情是你完全没有想到的 所以你现在为了什么东西很忙 保恩 Right 你可能要保恩 因为他帮你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你就会想说 怎么会这么好 然后你就会很想要 呃人家可能点滴 嗯 这个什么 点滴对你 然后你要用全勇以报嘛 所以你就会觉得我要再为他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 嗯 感情上面 有可能是工作上面 有可能是朋友上面 有可能是贵人上面 这个都有喔 所以呃 就可能你们最近比较忙的东西比较是跟这种人际关系啦 然后自己跟别人怎么样子的一个 一个相处啦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些好消息进来 嗯 升职加薪 别人结婚 参加party 然后甚至哇 中到什么乐透 或者是你中了什么奖 Right 嗯 或公司给你一个什么好消息 听到别人的一个什么好消息 等等 然后你或者是有可能得到一个什么邀请函 所以你就要哇 要开始去提众管理 然后因为你要穿很好看 然后你去参加一个什么典礼之类的 所以就可能为这种东西比较在忙喔 呃 我觉得挺好的呀 嗯 哦 这个我也觉得也有 A Pleasant Letter 还有一个可能性喔 如果你现在正在关系里面的话 你可能会得到呃 呃 对方的告白啦 呃 跟你说呃 或者是求婚啦 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的 然后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就是告白嘛 所以你就会就会很忙 因为你就要想说哇 要为要要让对方打 要打扮让对方很喜欢啊 然后是可能也有为这个东西 呃 特别特别的忙碌 Right 就是比较都是跟人际有关的 所以不管是感情或者是工作上面 嗯 呃 就有好消息 然后为了这一件事情 然后你就会特别的要注重一些 呃 自己的自身打扮啦 或者是提高自己的一些 呃 学士啊 知识啊 whatever 让对方可以很欣赏你啊 嗯 或者我们刚才说的 有可能关系更进一步 所以呃 又多了一件事情要忙啊 要照顾对方啊 然后要让对方很开心啦 然后除了自己的事情 要忙之外 哇 还要去管理一些他的事情啊 之类的 ok 但是是心甘情愿的哦 是开心的 就但就自己很忙的 就团团转这样 所以呃 我觉得三号牌组非常棒哦 但是就感觉你们有点忙 呵呵 但是你们是开心的忙啦 是开心的忙 ok 给你们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Mercury retrograde Mercury retrograde 大家都知道水星逆行就是什么 不要想说是不好的事情哦 反而是让你 他其实是告诉你 其实水星逆行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是反省 去重新 检视自己很多的东西 所以呃 给你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说 你要重新去检视你很多的事情 你的不 呃 这个是任何的事情哦 可能是你的自身 你的周围 你的环境 呃 有可能你都要全 重新去审视 然后reinvention代表是 重新再去创造 因为有可能比如说你真的是 单身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 你的完全环境都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重新再去适应 呃 在一段关系里面 因为你可能单身很久 right 那如果你是单身 呃 你是在一段关系里面是交往没有错 可是你可能 呃 然后结婚了 两个人要住在一起 或干嘛的话 欸这个也是你要重新去适应的 然后或者是说 比如说你真的是升职加薪了 那你的职责变更高了 然后从事 你可能之前做的一些事情 可能不太适用了 你要重新再去想一个新的方式 方法 沟通 然后等等 然后讲话的态度啊 什么什么等等 然后你要去重新做一个审视 所以我觉得对三号牌组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 因为你们就是蛮多好事发生 只是你不能够让这些好事让你有点蒙蔽 就有点浮在半空中 然后变得有一点 呃太过开心啊 就是呃 不要让兴奋充昏你的头 然后变得有点 骄傲或自大 还是要常常的做一些反省啊 然后常常的让自己有一些 有一点不同啊 尤其如果在感情里面 要让别人有一点小惊喜啊 然后不能够一成不变 我觉得有一个这样子的意思 嗯 让一直去精进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给你们的一个小建议哦 那么 呃 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 呃 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四号牌组的话 你们最近会为了什么 在很忙呢 Oh my god sorry 我不想你们有没有听到 但是我觉得刚才好像很大声 好 嗯 你最近会为什么东西很忙 Oh my goodness 牌飞走 OK 最近四号牌组会为什么东西在很忙呢 工作的重心大概会是在哪一边 哇 House OK House 中座重心会是在什么 Oh privileged ladies That's nice Occupation 哇 这个很好 好 对有一些选到四号的话 我们先从House开始讲 House这张牌代表的是家人跟家庭的部分 当然也有可能是你要 我觉得有可能房贷啦 支付房子啊 或者是买房啦 或者是搬家啦 这个可能都是你最近的其中一个让你会非常忙碌或生活重心的东西 那这个当然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你要跟别人一起住 同居或者是有人要搬走 所以你就要再重新找roommate啦之类的 所以就会让你非常的忙碌 所以这个是House 还有安全感的东西 你可能会想尽办法要找到一个让自己很有安全感的东西 或找到一个很安全的港湾啦 这样子 或者是如果你是做这种房地产啦 或地产投资啊 或者相关的田宅东西 你有可能为这个东西比较忙 或者你最近会开始想要去投资房地产 所以你就会很忙啊 我要找这些找好的地方啦 你可能搬家啦 当然你有可能是投资 也有可能你要买一个房子 要自己住 这都有可能 你看 总而言之是跟房子相关的事情 那当然这个我们讲的还有是 你要找到 你会为了可以让自己比较稳喔 找到一些基础很稳定的东西 foundation的东西 然后也可能让你比较忙 要砸下一个很好的根基根实 所以你可能也会为这个东西在忙 那还有我们刚刚讲的你的家人的部分 还有这个也有可能是你的邻居的部分 让你很忙喔 你有可能为邻居的一些事物啦 也说不定你是你们的这个什么管理协会 管理会管理委员会里面的一个成员啦 或者是什么 所以你就会为了一些事情在忙 如果你不是的话 那你就可能有跟邻居上面有一些 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坏的 这个没有这个看不出来 OK 所以 反而总而言之是跟你的家人 或者是跟你的邻居 有一些 让你就是比较忙碌 你的生活中心可能会比较在这个地方 要处理一些这样子的一个事宜喔 OK 或者你房子出现什么问题 要修缠啦 要漏税啊 whatever 或者你要装潢啊 OK 所以也有可能为这个东西特别的忙 那么这张牌呢是privileged lady OK privileged lady其实非常的好 它代表是privileged lady是什么 他privileged就是有特殊权益权限的人 通常有另外的牌他也叫做rich girl OK 所以他我觉得你们其实不太会需要为钱去特别的 小脑筋啦 OK 这个的话是代表 有可能你是你的内心非常的丰盛啦 也有可能 那你的心灵你是丰盛的 很丰盛的 OK 或者是说这张牌呢 也有这种代表的是 我想一下喔 看到privileged 我就想到以前spiderman讲的这个 就是你有你的权利越多 你的这个ability越多 你的这个ability越多 你可能需要顾到的东西可能就越多 所以这个也是有的喔 所以虽然你是 哇好像比较不愁吃穿啦 这边又是house对不对 这边又是一个house 比较不愁吃穿 可是你有其他的烦恼需要去去去去顾喔 所以你可能有一些别人不为人知 上层的这种上流阶层的一些烦恼 比如说如果你有房子就我们刚刚讲的公房子的问题 或者是说房子有问题了你要去修缮的问题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看一下喔 这张牌也有可能你会想要去充实你的心灵的部分喔 内心的部分 所以有可能你会最近特别的呃 在呃 就是什么 呃 想要去再去充实自己啦 再去学习更多的事物啊 呃 学习更多的东西啊 所以你可能也会呃 非常的注重呃 内心里面的修 呃 呃 提高跟提升 那这个也有可能是外表的 ok 这个外表的也是有的 呃 呃 呃 就是外表 也一样有这种 我要看起来很健美 我要看起来很健身 我要看起来 即使你是要看起来很健康 right 或者是很漂亮 很美丽 气色很好 这样 然后呢 呃 这一张牌喔 还有一个可能性喔 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house这个 嗯 有可能有人很嫉妒你 所以你有可能在最近呢 为了这件事情有点在忙喔 就为什么别人嫉妒你 可能他会重伤你 他在你背后说你小话 所以你可能就会 啊 很忙于处理一些小人际关系 别人会觉得啊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就可能有一些人 嫉妒你啦 就在你旁边讲一些什么 这种有的没有的事情 就要可能要在那里屁谣言啊 什么的 right 人就觉得啊好累喔 ok 呃 再来呢 这张牌最后 其实它是非常好的牌喔 所以呃 你剩下来可能在忙的东西就有可能是呃 呃 你想要enjoy yourself 你去玩乐 所以你最近在干嘛呢 很忙 很忙着什么呢 玩乐 这张牌就是一个在玩乐在享受 嗯 然后可能你很忙着就是去逛街啦 shopping啦 让自己看起来很漂亮啦 还有这张牌它也代表的是creativity喔 就是做一些创作的东西 艺术的东西 所以你可能最近也是在忙着做一些创作啦 艺术啊 嗯 画图啊 画图写作 嗯 I don't know 拍电影拍书 要写书 还有什么东西是艺术的东西 就有点写诗 唱歌 跳舞 就是比较这种 嗯 开心玩 比较类似于玩乐 right 艺术方面的东西 也是你比较生活的重心的重心点 所以比较享受啦 其实是比较relax的 然后我们是 当然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来 来来要重伤你了 因为他就嫉妒你啊 又又漂亮 然后又有钱 然后又又又又又可以吃喝玩乐 然后就感觉好像生活很轻松 然后就会想要 就嫉妒嘛 嗯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有钱人的烦恼 呵呵呵呵 好 34号 34号牌是occupation occupation代表是工作 所以也有可能你当然是为工作很忙 可是你知道这张牌比较有趣的是 他的工作是你喜欢的工作 而且很有可能你是自由工作者 所以你就是你是你自己的老板 要不然你就是接接工作的那一种 接工作的那一种 接工作的那一种 所以呢 嗯 你接工作的这一种的话 你就 反而你就是在忙这个楼 在找工作啦 而且是你喜欢的工作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啊 好吃苦好累哦 嗯 即使钱赚的不够多 因为即使钱赚的不够多 你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你也会非常的开心 所以你可能也是为了 这张牌我觉得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是为了追逐你自己的梦想 right 嗯 没有没有没有 嗯 很好的 钱的部分也无所谓 只要是可以让我可以很开心 这是我的人生目标的那种感觉 嗯 假如是这样做 所以最近你可能比较focus 都是在这个 我要去追求我的人生目标 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或者是接工作 你可能是自由工作者 嗯 嗯 或者这张牌也可以代表是真的就是 去呃 去呃 exercise啦 right 呃 运动啦 然后还有这个 可能做一些什么这种庭院活啦 就比较 惬意一点的事情哦 也是有的 因为这两张牌在一起的关系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艺术创作啦 我们的这个 嗯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让自己看起来很好看啦 逛街啦 shopping啊 right 嗯 嗯 还有什么 呃 还有就是有可能有些人会重伤你啊 或者是讲一些你的小话 所以你要批一些谣言啦 然后要去处理一下人际关系啦 right 然后最后这边是可能跟房子有关的 或跟安全感有关的 或跟投资房地产啊 这样子的有关 搬家啦 找找那个什么房客啦 或找呃 呃 室友啦 呃 或者是房子的修缮啦 等等的 最近你可能 呃 比较多是在这个方面哦 你们自己对应看看 有一些 不见得全部都会重 但是 反而是在这个方面的 OK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给你们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给你们的建议是 哇 Saturn又出现了 呃 Saturn这张牌哦 欸你知道这张牌出现occupation 然后Saturn 呃 如果我漏讲一些的话 你们可以去听一号 因为他们给 呃 就一号抽到的这个牌 建议牌也是Saturn哦 Saturn这张牌第一个 他是讲 他是土星 然后再来是讲真实哦 所以真实是什么 就是对自己真实 对自己诚实 我是怎么样子的 以真面貌去面对别人 不要去想要去伪装哦 我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因为之后要不然你要 呃 再去圆缓或者是什么 会很累 这是给你的第一个小建议哦 第二个是这个Saturn 土星 一号牌子我讲了就是 呃 土星回归这件事情哦 土星回归会出现在27岁到33岁 然后第二次土星回归会出现在57到63岁 然后第三次会出现到 呃 在你这个87到93岁 呃 这段时间 时间 如果你现在不是在这段时间的话 也许 也 呃 就你可能不会这么也强烈的感受到 但是呃 尤其第一次的土星回归 非常非常重要 是因为如果你走在一个不对的道路上面 occupation 你走在一个你不对的道路上面的时候 在这第一次的土星回归会把你矫正 就是让你去走 你应该走的路 ok Saturn我们刚刚讲的 啊 这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事 我刚刚不是讲privileged lady 就是呃 你有更 你有很多的权利 你有很多的这个财富跟财能的话 然后你就要去呃 你就会有相同的这个respons责任哦 必须要去付 Saturn其实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呃 你要respond to your response 呃 respond to your ability 你的财能 你的财富 我说的财富是 不是只是讲钱啊 我的意思是 你的呃 才艺的方面 能力 right 呃 你的 你在哪里 你要比较顺应着他走 你会比较不那么的辛苦 就算即使碰见很辛苦的事情 你也不会 你会把它当吃补 而不会觉得好辛苦 受不了了 跨不过去了 right 嗯 所以这张牌就是 你当你做到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 嗯 或者你走在你正确的道路上面 你就不会觉得 你一切的阻碍 你 是阻碍 没有错 但是你会 乐于去挑战他 但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会觉得 哦好累哦 为什么这么累哦 好烦 所以 嗯 好 呃 所以这张牌呢 代表的就是 那种土星回归 然后要去走到正当的这个路上面去哦 那嗯 如果你现在年纪还比较小的话 你可以开始去思考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你现在是在比较之后了 OK 已经过了土星回归这段时间 但如果你还是硬要执意的去走一个 你不喜欢走的路 只是为了钱的话 你会非常的不开心 所以在第二次土星回归 也许你就会 就要 你会又重新要去思考一次 怎么 你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 现在人都活得很久 第三次 会有 很多人会经历第三次的土星回归哦 嗯 所以这个就是在去 一直不停的去探讨自我 去找寻自我的这种感觉 OK 那也许选择四号大部分的你们 都是比较艺术 走艺术方面的东西 所以真的是钱不多 可是 会 其实有的时候会很难去坚持啦 right 但是坚持 如果你真的坚持下去 我觉得那个心灵上面的富裕感 是很是会很开心的 所以 嗯 这个就是给四号牌组的一个解牌咯 但你最近大概就是 会在这个方面是特别特别的忙碌 或者你很多的重心是放在这个地方的 Alright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